我覺得孤獨就是當 自己不被在乎的人理解的時候 導演在跟我講這個角色的時候 他不希望我演出是 很明顯我就是對學生有 感覺的那種人 在這個社會上本來就有很多人 你本來就看不出來 他就是一表人才哥 他就是會做這種事情 所以我自己給自己的心理建設是 我不要把自己想像是個變態 我就是對他們有興趣 但他們的身分是學生 就是我不刻意去描述 他變態這件事情 小玉這個狀態我覺得是 每個人都會必經的混亂狀態 你要相信你不是一個奇怪的人 每個人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覺得這時候同儕 是蠻重要的一個因素 因為我們有很多心事 其實不見得會跟爸媽講 爸媽也不一定會發現 找一個你相信的人 就相信的人去講 不要把自己封閉起來是最好的 大衛老師一步一步向我靠近 我害羞地推到了教室的牆角 應該是兩個都有 但是程度不一樣 因為在家庭的那種孤獨感是 就是因為沒有媽媽又沒有爸爸 因為有爺爺嘛 所以有一點父愛 因為沒有母愛 然後因為要自己面對一些生理上的問題 所以就會有一點就是 因為其他很多媽媽可以幫他們照顧嘛 然後自己要面對這種事情 就會覺得很緊張吧 然後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在學校應該就是面對同學的關係上面 就是要一個很孤僻的一個人 然後就是因為只有老師會願意跟他就是有過 就是有接觸嘛 然後同學上面因為只有班長 願意就是就是關心他照顧他 然後女學生就會就是排擠他 就要就是那種很緊張 然後又要有點就是 要勾引老師嘛 就是剛一開始 第一次老師碰 就是那個哥哥碰到我的時候 真的很緊張 很因為第一次演這種戲 大會老師就是 我就是要勾引他嘛 然後我就一直 就是內心一直在掙扎 我到底該怎麼做 我覺得小玉是因為那一本書的誘惑吧 不一定是兩個人之間誘惑 因為有那一本書 所以才開始了這一串的故事 所以其實我覺得兩個沒有誘惑到 而是那本書誘惑到小玉的欲望 有時候會看書 有時候去找姐姐聊心事 然後有時候是在就是在手機裡面打文章 我可以先看書 貼上一本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